虽然今天是周末假日 但是台中市南区中心大学门口对面 学府路上的复兴公园 却集合了很多热心的福伦社友 把小小的公园炒地 变得热闹滚滚 气氛相当温馨 原来是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跟台中市会中福伦社 在这里举办一场启动反毒广告宣传刊版的仪式 希望能够带动社会大众 重视毒品犯罪的问题 防止青少年受到毒品危害 张开双手 迎向阳光 反毒英雄 张光雄 那这一次啊 在这里有一个公共形象的这个看板啊 也就让大家了解说 哦 福伦社有 其实我们做这个反毒的事情做好几年 但是一直都没有 没有就是推广 公共形象 让大家知道说 福伦社到底在干什么 最大的意义是响应我们三四六一地区的服务计划 反毒的活动 反毒的活动我们有经过这个马拉松赛跑以后呢 我们希望把它的赛跑的成果 反毒的讯息继续宣讨下去 所以我们就这个利用我们在年会的时候呢 准备要在年会的场地的正门口呢 我们设了一个反毒的看板 国际福伦社不但是台湾最大的社团之一 也相当坚持反毒 跟除小儿麻痹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也相当关心弱势族群 参与社会公益 经常跟台中市政府 警察局 教育局等单位 举办各种公益慈善 跟行销宣传活动 三四六一地区 还计划在今年的三月十七号 联合各地区福伦社 在台中市中心大学 召开2019年会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福伦社 一起做公益 这次三四六一年会是在三月十七号举行 最大的特色就是文艺响宴运动强生 的嘉年华会 是三四六一地区每一年 最大的活动 总共有三千多个人会来参加 在公益看板启动仪式当中 三四六一总监张光雄 会中福伦社社长钟颖堂 也都致辞表示 福伦社有各个有爱心 又热心公益 可以传播正能量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 共同打造幸福快乐富足的社会 福伦社友也利用仪式后的中午时光 前往附近的德心餐厅用餐 享受一段优雅轻松的都会生活情趣 记者陈文旭 小友金台中报导